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是在过得很快 没有想到华福的华福运动 一直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十年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我想我们现在真是到了一个地步 我们求主把这样的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挑战 能够更杂实的 所谓更落实的 能够在今天普世华人教会的当中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我有幸也是实在是神的恩典 让我机会参与在华福运动里面 每一次我想到华福运动的时候 我不能不想到我们在1974年的时候 有七十几位同工华人的教会的领袖 我那个时候只有三十岁 就想到竟然挤身在那个领袖的群体里面 心里面学的实在非常非常的不配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华福的意向 华福的挑战 我觉得对华人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化时代 特别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我不会忘记在76年第一届华福会开始的时候 华福大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华福的意向很简单 几个字 华人教会能够天下一心 而且能够广传福音直到主灵 每一次我想到这些字 这一句话 这个挑战 这个意向 我就想到菲利比书第一章第五节 保罗称许菲利比的教会 他们一直从头一天直到保罗写信给他们 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同心合意和兴旺福音 一开始就是华福对整个华人教会带来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方向 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忘记 在几年在华福的跟同工们非常非常甜蜜 现在回想起来也非常感恩的侍奉的时间里面 常常被提醒华福的角色是什么呢 华福的角色有三个 一个呢就是做桥梁 一个呢就是做仆人 一个呢就是做仙知 什么叫桥梁就是联络众教会 什么叫仆人呢就是服侍众教会 什么叫成为一个仙知呢 就是能够挑战众教会 所以呢在这三个不同的角色里面 我就有机会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去看 我发现渐渐渐渐的因着同工们的努力 各地华福会的这些分会的同工董事会 当地的一些教会领袖的配合 我们看见慢慢慢慢这个宣教的负担和意向 能够落实在这些不同的教会里面 那天见到末刻 那天见到末刻 六四五五四 end 一小虞 二俊